欢迎收听先上儿童广播节目 《懒份珠讲故事》 现在成为我们在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YouTube的月费订阅会员 就会听到额外开放给会员的故事啦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大头虾家女的神秘黑洞》 作者 阿粒 讲个秘密给大家知道啊 其实大家的家里都有神秘的黑洞 而这个黑洞是没有人知道在哪儿的 《大头虾》是住在海里面 《大头虾》是一个很容易忘记东西的小朋友 她妈妈经常提他要将用完的东西放回去园围 不过《大头虾》经常都不记得 《大头虾》 你记得要将颜色不放落书包 《大头虾》明天翻学要用的 妈妈,行了,我记得的啦 同学因为这件事 笑了《大头虾》全日 《大头虾》好生气地返到家 哼,妈妈呀 为什么里面没有颜色笔呢 都找不到颜色笔啊 她坐在自己床上大叫 啊,到底我的颜色笔去了哪儿呢 难道我家里有个黑洞 吸走我的笔 《大头虾》床底飘出了一个黑影 她还会说话 哼,谁找我黑洞神啊 黑洞神?你哪里出来的? 小朋友,如果想听下去 就加入成为《难分珠讲故事》的月费会员计划 你们将会颜外听到 只开放给Podcast会员的儿童故事 故事涵盖各种主题的 记得,有空就听《难分珠讲故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